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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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有了一个成语叫做马放南山 蒋公建北伐成功了 咱也应该马放南山了 就跟冯玉祥 颜西山 李宗仁这个兄弟一起商量的才军的问题 天下太平了吗 咱们也应该刀枪入库了吧 冯 颜 你都不傻 老蒋名为校法周武王马放南山搞财君 实为校法康熙帝 借此萧帆 结果 自然是大家谈不到一 为了一块去 萧帆不好搞呀 蒋公很着急呀 于是 就想到了自己的结拜兄弟黄福 当年 蒋介石曾和陈其美 黄福 一同结为异姓兄弟 陈其美是大哥 黄福是二哥 蒋介石是小弟 小弟友那 自然第一时间想到了哥哥 当时陈其美已经不在了 只有二哥黄福啊 二哥黄福因为业务繁忙 一时脱不开身 就给三弟推荐了一位高人 黄福对蒋介石说 此人乃不是出之奇才 其人的才华远在哥哥我之上 日后内事和外事但有不明之处 皆可问寄予此人 黄福给蒋介石推荐的人就是杨 永泰 人送外号当代卧龙 杨永泰 广东人 封过秀才 满腹诗书 长字笔于管仲 张良 曾跟随过多位民国大佬 但都不得志 如今 黄福把他推荐给蒋介石 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机会 杨永泰也抓住了这个好机会 终于 蒋介石见到了传说中的卧龙 其人长相平平 既没有伦金 也没有与善 唯一有的只有一副小眼睛 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诸葛孔明之风 但也比凤厨长得要好一些 不过蒋介石见识多 知道人不可貌相 依然以理相待 杨永泰见自己的这位准主公呆 自己还挺好 就给蒋介石分析了一下天下的局势 上了一道民国版的龙中队 杨永泰对蒋介石说 方金天下局势 李继深坐拥两广之地 李宗人掌控着两壶 白重喜又刚刚收编了唐生志的残部 称雄一方 这三方势力 依然有天下三分之势 而阎西山和冯玉祥这两人也不是擅长 这样的局势对南京很不利 蒋介石听到这里 觉得杨永泰分析的很透彻 他示意杨永泰继续说 如此局势 军师有何妙计 杨永泰说道 主公勿揪 依我所看 这几股势力都不足为还 他们内部都根基不老 这里宗人吧 于作百与他不合 白重喜则面临唐生志杀回去的危险 李继深也广东也不受陈锦唐 张发奎的戴剑 冯玉祥手下的韩富渠 十有三等人 都是可以收买的人 这些人都掀不起大浪 倒是这阎西山是只老狐狸 主公许多提防 蒋介石听了杨永泰的分析之后 拍案叫绝 二个皇夫推荐的人就没错 真乃当时之神人 中原大战的结果 毋庸置疑 蒋介石有杨永泰的辅佐 时而合纵 时而连横 时而远交进攻 打地各大藩阵使节节败退 最终 蒋介石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可谓风光无限 大有当年画山论剑之时 王崇阳以一迭四之风采 杨永泰因力所当 人的成了蒋介石的首席军师 蒋介石那时不明问军师 万事不明依然问军师 在其后的数年里 乌龙先生为蒋公履出奇谋 履见其功 立下不是之功勋 蒋介石常对人说 长青雅永泰的字 就是我的诸葛亮 这么一位拥有超高智慧的军师 最终结局却令人唏嘘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 军师当时是正学系的代表 很多竞争对手都欲处之 再加上军师功劳太大 深受蒋介石宠幸 众人少不了眼红的 后来军师便被人看杀了 民国的这位卧龙先生 就此长沃于地下属 如果沃龙先生没死于派系之争 而是一直活生生地背负着蒋公 横沃于中华大地之上 以沃龙先生的绝世智慧 应对后来的日军全面侵华 当时游刃有余 至少日军在中国战场不会那么顺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